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下面就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上个星期 重庆地区一名年轻网络男主播 为了让直播更加火爆 更加吸粉 他冒险了铜马蜂窝 遭到折伤之后昏迷 后被送医救治 这位名叫蒋波的主播 并非在网上播出位的第一人 事实上 为了追悬装库 吸引眼球 网络直播节目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官媒称 稀奇古怪的内容 让中国七亿多网民中的近一半成为网络直播的用户 不过有数据显示 尽管直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网络平台却几乎不盈利 有些网络主播的年收入可高达上千万 但是大多数主播月收入仅为几千元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民直播的现象 它引发了哪些社会问题 这个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未来又在哪里呢 好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 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温元超先生 温先生他是通过skype从美国纽约参加我们节目 温先生您好 您好 大姐好 另一位是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韩博士 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好的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 据报道说呢 说中国网上直播从2014年兴起 过去两三年间如雨后春损之事 我们来看看官方发布的两个统计报告 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这份报告显示 说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就接近200家 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就已经达到2亿 另外一份报告叫做 叫做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则显示说截至2016年的6月 网络直播用户的规模就达到了3.25亿 占网民总体的45.8%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人争当小网红 全民热衷网络直播的局面呢 我们先请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韩博士 您来发表意见 韩博士 我的看法首先从大的趋势来看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 它一定是把过去有少数人控制的资源 财富 包括权力 包括信息 话语权 它是逐渐地把它民主化 太重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移动技术的发展 大家这个网络信息 网络技术的发展 同时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的加强 所以这个让直播非常容易的来进行 任何这个门槛非常的低 阿猫阿狗都可以来进行直播 所以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信息 一个开源的那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顺应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中国的这个经济 网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模式操作 同时呢 我觉得也符合中国国民的一个性格 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比较低调 不太喜欢出头弄面 但是又非常热衷去围观 非常喜欢去追明星 喜欢去张家常 李家短 想知道一些隐秘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推动这个网络 网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我想从这个当然主要是供求两方面的 从供求供应这个链条来看 当然这个个人这个很多这个网红主播都喜欢来上线 都喜欢来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大家都是蜂拥而至 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 都驱动他们来进行主播 进行播音的直播的这个这个原因都有 大概主要我想是经济上的原因 同时呢 还有自我价值实现 追求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各种各样包括公益的方面都会有 但是由于这个门槛比较低 所以它的质量相对来说是称之不齐 那么从供应链 从这个需求链来看呢 民众由于这个移动技术的这个发展 它这个消费信息 购物 它的这个生物方式都随之改变 那么它对信息的要求呢 希望短平快 希望这个即时的消费和娱乐 我想这些加上电商和这个广告商 也是想利用这个来进行促销 所以造成整个的这个网红经济的发展 好的 那么刚才韩先生呢 从多方面来解释了中国网红的现象 那么纽约的温云超先生 您是研究中国网路问题的专家 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除了刚才韩博士讲到之外 我讲这个网络直播软件 这种在中国的兴趣 我想这个有行业的背景 也有政策监管的因素 当然也有产品本身设计的一些特殊性所在 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讲 我想对于这个网络直播的话 毫无疑问就是说 它本身因为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 就是说移动终端的增加 带宽的费用的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监管环境 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年 其实是相对宽松 也就最近半年来 在这个直播 视频直播应用方面 才更加的严格 并且就是对于这个视频直播应用 本身来讲 它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 也就是说生产者和受众 它是直接建立的联系 并且它可以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打赏的方式来实行利润模式 也就实现了投资的变现 所以投资就会蜂拥而至 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这个就是全民直播这种现象 就是说这种现象 其实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 那可能跟中国当下的一个经济和社会背景 又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说是经济背景来讲 我们看到其实在腾讯科技 在不久前发布过一篇文章 他们就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视频直播的当红主播 有一半是东北人 那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就非常清楚 就是说东北现在整个经济萧条 一般的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机会 那年轻人又更愿意更善意表达自己 所以他们就会在网络直播软件 在主播这个行当当中 占据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很远的位置 因为对于直播应用来讲 进入门槛很低 只要你愿意发挥 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定的受众 那对于观看这些视频的人来讲 他们只要不打赏 对于他们来讲 只要付出的是时间和流量的程度 他不像去看老K 不像去别的地方看电影什么的 一次都要上百块的消费 所以对受众来讲 也是一个进入门槛特别低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当然就是说社会层面 还有我们知道 就是说从十几年前出现的福荣姐姐 一路到现在 神丑是中国互联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习惯 那我想这个网络直播 这部分观众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载体 和庞大的受众基础 当然审美也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我们看到 真正在媒体上吸引演出的 往往都是一些神丑的话题 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直播嘛 红窩这些东西 我想这些都是因素所在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有人说网络直播 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它的经济效益呢 是惊人的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 据统计说呢 说2015年市场规模 就是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 就有159亿元人民币 那么有人预测说 到了2020年 这个市场规模 将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但是也有人说呢 说网红主播的这个市场行情 以及高输入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传说 那么韩博士 您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经济效益 经济收益 我看了一些资料 就是说呢 那么的确是讲这个发展非常快 尤其是是电商红人 那么现在的收入已经到了 整个的这个收益 已经到了550亿 已经超过这个全国的票房总值了 那么很多的这些一个明星啊 包括那个Puppy John 还有这个 这个一个叫熊猫电视的这个MISS 都是上千万的联收入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 这些个联收入比较高的这种情况 上千万的这种情况 可能国内国外都差不多 这是一些很少一部分 特别的红的这些人 才有可能到达那个级别 绝大部分我想可能连维持生计的可能性都没有 因为我看了最近 当我不知道到了现在有多少 光从这个上海的统计来看 他们被目前认证的网红主播 是大概45万人 45万人 他实际上呢 他还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有4万多这个主播在全国 他的覆盖的面积啊 差不多一半的这些 基本上的用户都是看这些人 所以可见呢 大部分的其他的这些人 可能都是这个网络主播 实际上是收入是相当低的 因为他们覆盖的面积呢 粉丝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讲 恐怕几千块钱可能拿不到 一个月几千块拿不到 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 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少数人呢 能够成功 对 但是大多数人 是不可能成功 还是不可能成功 对 那么温先生 您认为这个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一个重要推手吗 我想毫无疑问 现象来讲 基本上也是这种利益取向 那对于网络直播 视频直播这个行 运用行业来讲 毫无疑问 它在这方面会体现得更 刚才我提到 这些视频直播 它本身有一个很快速变现的功能 就是我说的打赏的功能 这个打赏的功能 也就是我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就提过 就是说现在的新闻或者内容生产 这种生产单元最后都会破碎化 个体化 然后这些生产的内容会直接推送到收益 眼前 然后收益可以通过微妇的方式支付报酬 所免替中间的一些生产商和出版商和一些流通的环节 现在视频直播恰恰是在这个打赏的功能 给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功能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红主播可以从这个机制当中快速获得收益 那对于运营商和风险投资商来讲 他们也通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快速把这种投资变现 所以这种快速变现的方式 绝对吸引了这些风险投资快送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个未来会怎么样 很难讲 因为现在已经多达两百多家的视频直播 中国市场容量可能没有那么大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了这个人人争当小网红 就是说争当主播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一方面 就是说用户 直播平台的用户也就是粉丝 我们知道尽管网络直播产业的经济效益 目前还不是明了 但是它在网民中的受欢迎程度 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中国官媒报道说 7亿网民当中大约有一半进入过网络直播平台 我们节目的导播 他昨天亲自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他登记了一个直播的平台账户 直播开始后 他什么也没有播 那就有立刻就有用户进入 那么几分钟之后陆续就有十几个人进入 尽管我们的画面上显示的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办公室的走廊 但是这就证明了说中国网络直播市场的火爆程度 那么温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会有如此多的粉丝呢 我想当然最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 现在实在太大了 七八亿人并且多数人是用移动互联网终端 当经济不景的时候 这些人日常的娱乐活动会往哪个方向走 当然这种像观看网络直播这种极低成本的这种娱乐 当然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视频直播应用的这种火爆 也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情况 就是说用户基数在增加的情况下 其他应用除了游戏类的 其他应用的用户流量普遍在下降 也就是说大量的用户和流量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是跟当下的经济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 跟中国的互联网基数也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社会背景 但是不止解释 我想我们要更关心的就是说 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 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基本的构成 主要都是来自一些经济欠大大地区城市的用户 我很怀疑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 好的 那么韩博士 我们来继续讨论 那您刚才温先生介绍了火爆程度 那么您怎么看当前网络直播现象的火爆程度呢 对 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主要是年轻人这个消费模式 信息的消费模式和预露模式已经在发生改变 因为这个移动手机这些 它能够很快地即时地享受这个消费这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这些直播的用户 大部分是年轻人 直播的这个主播呢 大部分也是这个女性居多 而且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多 并不是说我们想象 他们就纯粹是没有这个品位的这些人 说他是一些年轻人的 传统的这些一个传媒啊 电台 电视啊 这些已经在慢慢地走下泡漏了 然后的中老连人可能是消费这一层 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下 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 信息的打压 然后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经济的下滑 那么相当多的年轻人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无所事事 遇落也没有遇落 这个需求需要的这种这个震惊的这个信息 可能也是受到管控的 那么他会寻求其他的一些个刺激 寻求一些其他的信息来源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互动通过这个直播来进行 有一种直接的这个体验感和这个亲近感 你跟过去那个看了这个电视的明星啊 你没有互动 这个有互动 有很强的这种体验感 直接的这种体验感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走红的一个原因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网民 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YouTube互联网呢 加入我们节目讨论 这位网民是我们的这个老粉丝 叫Ad Choi 他说随着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涌现 中共呢对于舆论的钳制能力是不断下降的 他请问这个嘉宾 网络直播等新媒体能不能进一步解构 威权的政治宣传 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形式来宣传民主理念 那么我想请纽约的温先生 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 在Twitter上我自己的账号做了一个小调查 我说如果我在中国的视频直播应用里头 开设一个房间来做正讲座 会多久被关掉 然后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 那最极端的说你可能连账号都注册不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中国网络平台要求是要实名注册 那像我们这类可能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异议人士 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第二就是说有的人说一秒秒杀 有的人说几分钟 有的人说半个小时 我就说那提示问题归结为 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审判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视频应用 本身它要求有一个举报的机制 就是说如果有观众发现你这个东西是反动的 那你这个马上会被举报到审查监管平台那里去 然后就可能内容就会被关闭或者是被清除 当然有人说这个节目也可能会坚持上第一期播完之后 然后在二次传播当中被当局发现 然后被关闭 其实我这个小试验也恰恰好可以回过头来回答刚才这位读者观众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能否成为民主传播的一个载体 在我看来尽管视频直播 它本身因为内容审查难度非常高 但是因为它充分调动了群众斗群众这个统组的法宝 所以基本上可能性很小 另外一个包括像这类视频直播 包括像微信这样的平台 因为它的内容很难留存 它不能被外面的公开的搜索引擎所检索 所以它本身的信息效率是极低的 其实不值得我们把精力投在上面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文先生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型的这个传播工具 那么尤其是它一个这个受众大 受众大呢 这个他们有推崇和追随这个意见领袖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极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这个群体呢 我觉得又有那么多的主播 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中国在历史上 小小童谣 就让一个王朝 封建王朝倒塌 坍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有几百万这个网络主播 如果一个随机的事件 一个突发的事件 可能很可能造成大家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那进行来进行主播来进行宣传 那么很快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局势改变过来 那么我想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审查的问题 因为这个电视时事这个实况直播 它有很大的难度 审查呀有非常大的难度 首先呢它现在采取的两个方式呢 一个就是用技术审查 用直接的这个技术自动的抓拍 把一些文字啊 把一些图像啊 来过滤 这个过滤的它的技术这个能力啊 比较弱 不太容易能够把它发现得了 这个有问题的 所谓的违规违法的这种 这个直播 但是呢它现在主要还是采取 人工的监控 人工监控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那么据说一个人据说一个监管人员要 一个小时要看六万张这样的截图 这个一天下来要五十万张这个截图 你根本就看不过来 所以最大的这个一个公司 这个平台 它基本每天有三百人 来监管整个的这个这个东西 这样的监管很难很难 这个把每一个信息都都封锁住 所以呢这个同时的也造成 所谓平台的这个成本啊 增加 为什么他们不赚钱 赚不了钱 只能是赔本赚妖火这样的 期待未来的这个投资者 风险投资者或者上市以后发财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一个模式 但我总我总的来看呢 我总的感觉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那么海外民运也好 国内的这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好 都应该善用这个这个工具 逐渐的来宣传一个这个民族理念 在实际承受的时候 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关键作用 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 中共的这个这个这个控制 传统的媒体的这个形式 这个模式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好的 那么有关呢 这个网络直播的它的政治效益 它的政治意义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会继续详尽讨论 现在我们来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湖北的邓先生 邓先生您的观点 你好 你好 那网络直播这么好呢 只要是中国人的信仰破灭 过去的话中国人还信一黄大帝啊 中共建政以后还信麻烈主义啊 现在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啊 他就精神非常空虚 太过孤独了 所以就想到网上找朋友 所以网络直播这么火 然后现在就养成一种娱乐致死的精神 过去是鸦片战争 现在就是精神鸦片战争 中国人是非常脆弱的 然后呢什么网络直播 对什么中国的政治 会有出境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可能网络直播都禁止谈政治了 然后那些人呢 其实都是水平啊 都不怎么高 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的人 不会整天到网络上 跟别人闲谈 这些小老百姓 人家说就奴性入骨 他们不敢谈政治了 很多网络直播也不准谈政治 好吧 我就说这些 好的 那么邓先生提出这个观点呢 韩博士可能是刚才对您的 比较对应您刚才的观点 就是说呢 您认为这个网络直播平台呢 可能会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帮助 但是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 对 这个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呢 因为他在中共这个 现在的政治文化的环境里头 这种空间非常有限 他把这个政治经济军事 这一块这个新闻 全部给你封死 不让你发表任何这个言论 但是呢 这个平台 作为一个平台 它存在 它的即时性 它的这个实况报道 是很难政府可以加以控制的 然后我觉得 现在从用户生产的 产生的这个内容 会逐渐地向专业产生那种转化 那么它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个平台本身的存在 众多的这个主播 众多的这个受众 那么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因为目前看起来 因为中共的打压 它想把这个受众啊 朝娱乐方向引 所有的主播呢 都是 都是 内容全部是 娱乐自始 就像他说的 这个是跟中国的这个 道德体制坍塌 跟中共故意的引导 朝这个方向走 是有原因的 它把娱乐当作一个 麻痹精神 麻痹人民的这个精神鸦片 让你不去关心国家大事 不去要关心中国的前途 这个呢 我觉得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但是能不能 秩序 中共的维稳机器 网信这个网络的维稳机器 能不能秩序 我觉得是很难的 因为有很多实况的报道 它是不可能 你在能够控制得了 它没有一个 钳制的监控的机制 它不可能钳制监制 像我们这个正常的 这种传统的 这个媒体的报道 它不可能钳制 所以它是实况的 计时的 那么这就会有很多的风险 很多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还是很有前景的 好的 那么他您的意思就是说 他为中国的这个 打破官方垄断网络 然后呢 对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潜力 那么我们来看看纽约的 温先生 您的观点 我基本上不认为 视频直播类的应用有能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 因为在过往一年当中来看 也就是视频用最火的这一年里头 我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内的重大的突发事件 和现场的视频是通过这些应用来直播到网络上 我本来最希望这一类的应用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 最起码就是说当有一些视频出来 然后被人录下来 然后形成二次传播 但很不幸 我次度没有观察到 只观察到了一些不雅视频的 在网络的流传 是来自于这些直播房间里头的现场的一个录像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一直是对这方面的 就是说这些应用能否在突破官方的信息管制封锁上 我一直是不持任何的乐 好的 那么受众 继续讲 人群就决定了 好的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中国的许多官媒呢 也都在研究和这个探讨网红主播这种现象 我们看到媒体上 中国媒体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大部分中国官媒呢 也都把他们同这个疯狂啊 欺诈啊 炒作啊 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 那么温先生 您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这种全民直播现象 是不是您也这样认为呢 我想人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里头 绝大部分都是低俗的 这个毫无疑问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网络直播视频 它本身呈现出来是一个正常的 疯狂欺诈类这些东西呢 其实这个观察不大不大多 但是低俗这一类的炒作这一类的毫无疑问充斥 这个我也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过 中国互联网在一个社会层面 社会背景因素的问题 也就是说神丑现象 自从福庸姐姐在中国互联网出现之后 一直在中国互联网就站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和聚集了非常多的眼球 那个正在的这个视频直播应用 不过是延续了这个状况而已 它并没有比原来的状况更糟糕 但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很出位的 就像最开始主持人提到的 例如从马蜂窝这类的视频 在网上的广泛传播 才会让官方媒体关注到这些低俗的视频 那如果我们再看国内的 此前有一个快手这个软件 当然它不是一个直播类的 但是它是一个短视频类的应用 那里头基本上囊括了各种农村的这种自虐性的视频 并且成为最流行的一个侧面 这也是能反映的出来 这个视频直播它的基本的样貌 我认为就是说官方把它贴上这个负面的符号 基本上符合它的真实状况 但是这也不为其低俗本来也就是正常的需求 好的那么韩博士 全民直播我们刚才谈到 官方对它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 那么刚才纽约温先生 温云超先生 他也讲到了这些问题 那么您的观点 您看这个网络直播 基本上它的传播的都是负能量吗 您觉得 我不太同意这个分析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生事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生事物 首先它突破了中共的话语权掌控 垄断的这样一个东西 虽然你看起来很多是在这些节目 称之不齐 很多低数 很多黄色的东西 但是也有很多实际上质量很高的 我看像这个 POPPY醬最近搞的 我刚才写了一个张总改剧本那样的一个东西 它实际上反映了很多社会的这些问题 有的时候它会打差篇球 但我的总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本身网络直播 我觉得它造就了相当一批的炒根型的主播 让很多草民有机会崛起 催生了一些一个意见领袖 那么这些东西好像看起来 现在是在娱乐领域里头 我觉得它逐渐的会向政治领域 向社会领域 向文化领域里头渗透 那这样的渗透的话 是中共的这个王拐 是不可能完全把它能够控制得了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能传播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这个社会公益组织 这个公民这个维权组织 要是能够善用它 在一定的政治空间里头 那么逐渐的进入利用这个平台 我觉得能够起到 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呢 就是中共当局呢 它对于网络新媒体的这个管控 一直都是比较严格的 那为什么中共现在对这个 网红主播和直播平台 没有严加看管呢 它是不是这里边中共还觉得 好像在这方面没有对它构成 实质性的威胁 那韩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实际上 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呢 它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 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啊 各个部门监管部门 有很多涉及到这个公安 网信 广电 这个工商 各个行业 它可能这个责任职责的划分呢 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有很多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呢 也这个内容也是在那个打插班球 在灰色地带 所以它一下子没有 没有这个管控住 所以让很多突然一下心起来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前几个月 前三个月以来 他们一直在这个打压 打压这个这个主播 这个网络的直播 最近你看它不久不是广电总局 发了一个文章文件嘛 就是说关于这个网络 视听节目 直播服务有关管理的这个有关规定 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监控 实际上是很多的 涉及到政治 经济 军事 体育 甚至体育文化 只要是涉及到实况转播的 一定要许可 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 你是不能进行这个直播的 它现在是 它是通过一个双轨制来监管 一方面是把你这个主播的内容 给你卡死 把你主播这些人的认证 这个标准 给你卡死 同时呢 它又把这个用户啊 也要通过这个实名的来认证 比如说它通过这个 它的手机 把这些用户也锁住 让你这个用户的 这是两边来进行监管 所以呢 这个监管的话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啊 就压制了这个 这个网络 这个直播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做法呢 肯定对网络直播会带来 很大的很严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好的 那么温州的 温先生 对不起啊 纽约的温先生 对不起 纽约的温先生 您怎么看目前中共当局呢 似乎对于网络直播呢 没有进行什么 严格的这个管理 甚至有人说呢 中共还对它听之认知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说 我们有产生一个 就是说 是不是监管部门 对视频直播 听之认知 主要的判断来自于 上面的低俗内容充斥 好像当局不怎么管 那这个其实当局 肯定是有意而知 就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了 就是说 当局其实是有意的放纵 就是说 这种娱乐化的 这种形象的内容 充斥 但是事实上 当局是不是没有管 但是当局在监管方面 第一点没放松 那其实在今年4月份 北京就搞了一个 北京网络直播行业 自立公约 里头呢 它是严格的 把几类内容是 划定了 不得涉及的 就是说 要严格审查的 包括涉政治 涉枪 涉毒 涉暴力 涉及黄色低俗 然后情节内容呢 将列入黑名单 然后同时要求实行 主播实名制 要求那个内容留存 现在从15天 也到了90天 还要求24小时的监管 包括刚才韩博士提到的 就是说 九月份 广电总局又要求一个 也就是说 现在 在这个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方面 现在至少有三个主管部门出现了 一个是工信部 一个是文化部 一个是广电总局 这个其实跟网络视频的监管部门 其实几乎是 所有的政府该动的部门都动起来 这也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就是说在这些直播平台里头 没有任何的涉及政治类的内容的原因 我想当局对这方面的监管 我想一点都不会放松 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说 这个平台在未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 有什么可能呢 当局他所有的封堵措施和重点 其实都往这方牵斜的话 其实我们不大看得到 有这方面的可能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政治类的内容 是在审查人员那里 没有那么容易被看到 他们经历过来 这个我觉得要略补充一下 就是说 对于现在的视频平台来讲 他们的响应机制都是升级的 低层的内容可能放一天 后再处理度来得及 但是政治化的内容 一定是第一时间要做出响应 我据以前的这种审查的要求的话 就是说必须一个小时之内 处理完成 并且上报上级管理部门 所以在这点上 我并不认为 现在的这种视频直播平台 会以后的推动中国民主化 留下多大的空间 我认为几乎是没有 那另外一点 我想就是说 中国的所有的内容类产品 他都会碰到审查这个天花板 也就是说所有的内容类产品 几乎都不大可能在内容上有突破 或者说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 即使它不涉及政治经济实证类的这些内容 因为如果有人把这个房间用一些突发事件的传播的话 在事情被传播开来之前 当局可能不知道事情有严重的后果 要加以监管 但是一旦传播之后 它的政治影响造成之后 这个平台马上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我想这个在包括问答等很多的中国的内容类产品 都导致了这种问题 就是说他这种的自上而下的这种审查机制 他不可能崇尽所有的可能 只要有一个漏网 整个平台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后果 所以就是说整个的内容平台和整个的监管 最后会成为这个行业发展最大的瓶颈 好的 那么温先生呢 他刚才的意见呢 就是说可能理论上 理想当中会有那种情况出现 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化 但是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 这种可能性不大 那么恰好我们有几位网友 他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位叫赵岩的网友啊 他通过YouTube上面说呢 他说要靠网络直播来传播政治信息 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大陆99%以上的年轻人 都有小粉红的特质 看看目前的脸书和推特上的小粉红 他们已经被洗脑到听不进任何真相了 这是说呢 网络为什么现在非政治化 完全是娱乐性这些东西 另外呢 还有一位网友 他叫刘万凡 他这样说 他说美国 他说能问一下嘉宾的年龄吗 他说嘉宾呢 似乎是我的长辈 嘉宾 你们熟悉当前的这个 这个网络直播平台 你们知道什么是PewDiePie吗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我听说过 您听说过 那您关心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呢 我们这位网友呢 他实际上的 他的问题呢 我明白 他实际上就是说呢 好像你们跟他有一些代沟 现在你们不了解当前年轻人的这个想法 对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很对的 我们是对他们的内容 对他们的这个欣赏的 这个预落的这个节目 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欣赏 这个代沟是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呢我自己也用过像国内的很多的这个 一个爱否 他是专门做一个这个产品的评论评估 我当初为了买一个这个阅读器啊 我就看了很多的中外的这些都看了 只有这个爱否的这一家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他很多的信息这个来源啊 我觉得 我说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有很多有益 有益于公众的 这些一个东西呢 很多小粉红可能是受到这个洗脑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从小是在这个 网络这个生态环境长大的 那么他对很多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打压是没有这个空间 那一旦有这个空间了以后呢 我觉得很多民众会很快 包括年轻人会很快醒悟起来 尤其是现在经济下滑 涉及到很多年轻人的问题 你想大部分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住房没办法解决 老婆娶媳妇娶不起 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些人他难道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吗 我想这些小粉红 他们也会非常关心自己切身利益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我觉得他们这些受众是可以转化的 这个洗脑可是通过反洗脑来消除的 所以呢我还是比较乐观 好的 那么韩博士呢对于网络直播和这个小粉红 小网红啊这种现象它是比较乐观的 那么纽约的温先生您怎么看 刚才两位网友的意见呢 我主要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位 就是说那个代沟的问题 那毫无疑问 肯定是有代沟的 因为我也关注到这个网络直播这个热的情况 所以我也下载了排名 喂 对不起 您继续讲 温先生 现在可以听到 刚才出了一点故障 您好 听得到 您继续讲 好的 我也下载了不少排名比较靠前的视频直播软件 然后试图来用起来 但是我就很纳闷 那些当红的女主播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我甚至很难分辨出来她们化妆之后长相的区别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去喜欢那种类型的人 这肯定是我跟年轻一代的代沟 然后我也进入了其中一个房间 然后我就发现不断的有人在打赏 并且有些还是蛮昂贵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从这个交流当中 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你要去打赏呢 对于这种信息效率这么低的这么一个交互方式 为什么你会那么 参与度那么高 我想这些毫无疑问 是我跟年轻人的代沟的问题 当然我认为我还是年轻人 但是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 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软件的一个 它基础人群 它的基本爱好和取向 决定了这个平台会什么样的 当然我也知道 现在有些朋友做一些教学类的东西 也是图利用这个平台 也有一些在我看来是高达上的内容 但是我实在是难以理解里头的一些火热的现象 这个当然这个不奇怪 因为对于每个人的娱乐都有自己的需求 我还是乐意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填补 现在经济快速下滑之下的一个娱乐真空 普通民众好歹在那坐着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这一类的互联网产品 它都有一个周期就像当年类似于默默出现 这种交友软件出现之后 大概我想也就是一年左右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 那问题是这个一段断档出现 然后这些年轻人会去向何处呢 其实这是我更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的 那么我们的网友持续发表一件不同意您的观点 这位叫高文新的网友 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历史上和现在都是群盲 他说用经济发展就会促进民主化 一银中国人吃饱了就要闹革命 他说不是幼稚就是邪恶 就是为自己和中共合谋来找理由 他说中共的洗脑相当成功 只要鼓动民粹把经济危机的责任 转嫁给西方和资产阶级 就可以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群情激愤 所以他说您不要幻想通过现在的网络直播 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您的回应 我不太回应这个看法 我觉得现在信息的自由传播 中国相当多的民众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 接受了民主理念 那么尤其是年轻人 我觉得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虽然目前看起来中共对信息的封锁 管控 主导 舆论导向是有很严重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未来的年轻人 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迟早会要觉醒 会要成为促进中国民主社会转型的一个中间力量 好的 那么还有大概有20秒的时间 纽约温先生 您最后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我想任何有之一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人 可以从视频直播当中找到一些素材 或者说借助他的一些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种信息效率低的平台 还都不值得我们听读太多的经历 好的 今天时间关系呢 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和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感谢您收看和收听 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 中国政府颁布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 对宗教团体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